我做心理师的工作已经12年了 工作的场域是身心科 那在身心科里面呢 有蛮多是思觉失调症 还有忧郁症的患者 但是我过去学习跟训练的一个专长 其实是神经心理学 然后服务有失之症的老人家 太棒了 我很有赞 我就说你这个学弟徒弟很有成就感 我一直觉得心理治疗的工作 应该不限于在医院里面 我们在医院能够协助到病人的 确实是很有限 邦谦他每个六日 几乎都是奉献给康复自由协会的病友 我们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说 今天接受我们辅导的这些病友 将来有一天是真的可以在社会上独立 找到一份工作 我们今年就是先训练他们有专业的技能 包含手工艺的还有手工罩的制作 临床心理师本身 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对于你关心的人 对于社会 都有一份使命感 有些人不愿意付出 那方前愿意付出 这个部分就注意担当一个大人 当我有挫折 也会有一点想放弃的时候 但是别人看到我们好像傻傻的 就一股脑的这样投入 他们就会跳下来说 那我跟你一起做 然后我就重新充满了活力 其实我接触康复自由之后 我看到方前的精神 然后看到他的付出 我是被他的精神所感动 看到他们能够在我们的陪伴下 愿意开始重新面对这个社会 他让我知道我的工作 没有办法很快看到成果 但是他确实是有价值的 我觉得这个成就感 真的是很难被 其他的物质所取代 方前是很像妈妈一样的行李师 他给人家看到的感觉是温暖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生命 正向能量的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天使 我很感谢方前心理师 从我每天窝在家里 然后拉拢我出来做这个手工艺 让我更有自信地出来面对自己 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 在他的陪伴之下 渐渐地懂得说 如何去建立人跟人的人际关系 我想心理师的工作就是 透过人与人之间很真诚的关怀 去让我们陪伴的个案 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一般的人 能够去接纳不同的人 而不是看见病 而不是看见病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们的家里 我可以帮助我们的證明 都会讲 像是看病 感谢观看